俄罗斯的柳约刀无人机呢 现在非常受关注啊 俄罗斯媒体呢 也公布了柳约刀无人机 生产大规模生产的一些画面 那这个美国人就发现呢 这个这么大规模 说是有100万家 这个这么大规模 那么这个芯片是哪来的 现在这个美国人 紧紧盯住 这个芯片的来源 结果他们发现啊 这个芯片居然来自这个 吉尔吉斯坦 这柳约刀啊 他在战场上 乌坎战场上真正的战果 就是击毁一个鲍二 把这个鲍二给击毁 据说还是那个轻型的这个柳约刀 不是那个重型啊 反装甲方面无人机 这个柳约刀 在空中是有天然优势的 他能够紧跟步兵战车 坦克榴弹炮 发射打击 乌军在美国的援珠之下 说有十万架以上的弹簧刀 包括凤凰幽灵无人机 乌军说比俄军更大规模了 使用无人机 这是在这个刚一开始开战 但是俄军在战场适应战场环境之后呢 很快就用了伊朗那个无人机 但是呢 现在看俄罗斯 这个扩大了自己的无人机使用规模 也说自己研制的柳约刀无人机 大规模扩展 俄罗斯公布的视频看啊 已经是完成了二十万架柳约刀无人机的生产了 说还有一百万架柳约刀正在生产 二十万架 你可以算一下这个北约有多少坦克飞机啊 坦克大炮 已经排产的柳约刀 现在有一百二十万架 这是非常恐怖的产能啊 那就是这个数字让美国人质疑 就这个芯片哪来呢 无人机是一种全新电子产品啊 芯片性能要求其实不高啊 65纳米到90纳米的啊 这个芯片工艺就能达标了 但是呢 俄罗斯境内现在只有一家芯片厂 它的最高制程工艺啊 是180纳米 那么这个65到90纳米的这个芯片 俄罗斯是不具备的 也说俄罗斯不具备大工的生产啊 这种芯片技术水平 那么俄罗斯的芯片从哪来呢 你要一百二十万架柳约刀无人机 那就至少需要数百万颗的芯片 对吧 这个一个飞机又可能多啊 多个芯片 俄罗斯呢 它又没有生产 那肯定从外面进口 那从哪进口呢 现在看美国调查发现啊 是从吉尔吉斯坦 这个吉尔吉斯坦 这个最新是吉尔吉斯坦和俄罗斯啊 现在关于这个歧视俄语 这个报道 现在吉尔吉斯坦否认了 但双方之间还是有矛盾的 吉尔吉斯坦啊 据说也是从中国大规模进口的电子芯片 就转手卖给俄罗斯的 这个你就理解了啊 其实这个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啊 这个关系啊 而且这个吉尔吉斯坦啊 是通过哈萨克斯坦铁路运输进俄罗斯的 全程都不经过任何的西方国家啊 不走海域走铁路 那就是说吉尔吉斯坦啊 中间赚个差价啊 这么一看呢 俄罗斯现在啊 这个确实离不开中亚 你想如果俄罗斯在中亚地带 没有这些中间国家啊 给做中间中转啊 中国也不会直接卖给俄罗斯 中国也是啊 注意到这些芯片的敏感性啊 西方一定会想尽办法去 打击俄罗斯军工产能的 那现在查到吉尔吉斯坦 那这个买卖还做不做啊 中亚啊 你想中亚有这么大一个漏洞啊 这个美国人一定要去赌啊 吉尔吉斯坦现在和美国作对啊 眼下呢 美国人已经是注意到吉尔吉斯坦 这个 这个现在美国人并没有说跟中国有关啊 中国将芯片是卖给吉尔吉斯坦 但是吉尔吉斯坦转手将他卖给俄罗斯 这里边 美国人说跟中国没什么关系 有时候他也知道 这事是俄罗斯和吉尔吉斯坦的关系 根据这个啊 国际市场的报价 65纳米到90纳米这个芯片啊 中国已经做成白菜价了 韩国三星就因为中低端芯片业务受中国冲击 利润又大幅缩减90%以上 也就是这个确实是中国啊 这个独一份啊 这个物美价廉 整个芯片领域只有14纳米制成以上的工艺才能赚分厚利润 换言说这个需求最大的中国在赚 这个领域基本是被14纳米以上的这个制成以上的工艺利润是被台积电垄断了 韩国三星现在挣不着钱 韩国三星这个是被中国给挤占了 中国芯片企业需要发展 抢单市场 抢利润 对吧 才能进行迭代 那现在俄罗斯这个一下子就给你提供这么大一个事 一个无人机120万家 那就是几百万枚的芯片 西方现在制裁俄罗斯 然后呢 让俄罗斯的柳裔刀产能大爆发 而且俄罗斯的那个巨型那个S70猎人隐身的无人机已经执行任务 可以说这个 这个攻击无人机的芯片啊 其实要比这个柳裔刀还要多 而且还要先进 那咱们同理吧 柳裔刀都需要中国的芯片 那么俄罗斯的S70猎人无人机芯片 是不是也是从中国来呢 只是有可能是第三方转手 现在我看了 这个谁去制裁俄罗斯 那中间肯定有很多国家可以走私 就跟当年这个美国制裁中国大陆 那么很多中间商就跑到香港 这个看来呢 中国应该是也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这个芯片 但是实际是向第三方提供 然后中转 我之前谈过意大利啊 意大利现在也看到这个买卖 也包括越南 包括印度都发现这个买卖能做 但是中国现在其实是为了发展自己的这个半导体产业 这么大一个市场 尤其是军需啊 这没准一年120万家就没了 就干没了 所以现在看呢 中国是开足马力 在向俄罗斯 不是俄罗斯啊 不是直接给俄罗斯 向吉尔吉斯啊 大规模提供芯片 我这也能体现出啊 这个其实美国人的制裁啊 你说有没有用呢 其实没用啊 就当年制裁中国一样啊 最后英国人还是在香港啊 就卖你 你 Need To Be You 给你用用呢 你那把货 口吻 都说了 对 你别说了 这把货好 都其实没法 没用呢 就看 keine钱 那把货好 都算了 一个不少 就像你一样 然后我最帅 你 我 这把货好 你 你 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